光是上檔三天半 整个票房就已经突破了上亿元 看来赤字七亿打造的赛德克巴莱 应该是可以回本的 不过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片中的场景看似逼真 竟然全部都是无中生有 从零开始手工打造 比方说像是惊险的石屋爆炸场景 工作人员花了整整三十几天来辛苦搭建 不过电影才开拍 花了三十秒钟就瞬间全部炸光光 电影赛的克巴莱赤字七亿打造 但片中的花草树木无耻的砖瓦看似逼真 可全都是无中生有 靠人工一点一滴打造而成 像这个石屋爆破画面 技术人员花了整整三十天搭建 一开拍只花了三十秒 转眼间却不烧光 这个做三十 做一个月三十天 但是大概三十秒就烧光光 所以等于是做一天大概一秒 这一幕赛的克族人才在极流中逃亡 石头上的青苔全是人工打造 技术人员实地搭井 好几次差点被水冲走 这个取井是真的非常的困难 因为物色事件的人子观还有其他场景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要在台湾的山林里面找接近的环境的话 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就是看景的过程 不说你不知道青军搭乘满军官船巡视海域 其实就是在高雄港取景拍摄 几乎全部都是无中生有的 因为它不是时装剧 所以它是八十年前的物色事件 所以很多东西都要把它恢复复原 地名名称武器全部都要一比一 电影赛的科巴兰一上映 在台开出亮眼票房 剧中场景每一幕都是根据实时考究 从无到有可都是后制团队辛苦的结晶 专心为成功民航配如高雄权报道